金山老街,就是我們用墳墓,因為金山可以有墳墓 然後我們就是用著穿的魚衣,就是因為要反合 然後穿著魚衣,然後行走在金山老街 然後讓金山觀光客可以看見我們這個行動 然後身為原住民的我 然後不只是在北海岸這個地方 然後蘭嶼的核廢料也是一個議題 30年前因為政府的就是欺瞞的手段 然後是因為蘭嶼人不知道他們要在那個在蘭嶼辦那個用那個核廢料 然後他們以為是用魚罐頭工廠,然後侵面我們的蘭嶼原住民 然後後來才知道原來蘭嶼是那個魚罐頭工廠是被蓋成 就是丟棄的核廢料工廠 然後讓那個蘭嶼人住民就是被欺瞞了30年 然後我覺得政府應該需要跟我們原住民一個交代 因為我們不是我們雖然說我們是弱勢族群 可是我們希望政府可以重視我們原住民這個身份還有土地 朱英倫說過 他說過因為台北那麼大的地區不能放在 河北料不能放在大台北地區 然後他只能把放在我們原住民的土地上面 我覺得這個很不等到 因為我們原住民是人 所以我們有我們要擁有土地的權利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應該需要和平的公正的對待我們 雖然我們是弱勢族群 可是你們政府應該也需要就是 就是傾聽我們的聲音 就是不使用壓榨的手段 就是一直攻打我們原住民 就是槍桌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讓我們不能生存 對然後最後 謝謝大家 因為我是原住民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很敏感 因為我之前有參加過 我之前也參加過 這兩年我開始我參加過返河遊行 也為就是金山 或者是我商人原住民的生分 一起和大家一起去返河 對謝謝大家